今期一至五 凤凰未去中安台 今期衰退不会到来 港股的部分华人首富李嘉诚连日来入市朝底 资料显示他从8月5号股灾入市之后 连续就买入自家的长江实业股票 涉资金额将近近亿元的港币 看看A股的部分后 有国家对支撑当然指的就是社保基金 据说已经进场朝底 动用资金总量估计至少达百亿 有人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底部 大概就在这里了 林渊你怎么看待 这个位置是非常低了 非常非常低了 我自己是买入 就是说投资买入了 投资买入 就是融资买入 你是怎么评估的 你的评估标准是什么 这个现在是比如2600点吧 今天2600点和过去的2600点 是完全两回事 为什么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 就看这个市场有没有很好的投资标的 多不多 这个位置的话 我看了一下 就是投资标的很多 这是在历史上 我认为这是第三次大机会 第三次 就是我遇到的 第一次是 第一次就是那个94年 然后也是很便宜 第二次大概在01年 01年 差不多这个 01年在这边 01年 然后你觉得这次是第三次的机会 这个类似就是我们投资的标的很多 这个时候买应该是 就是在五年之内吧 十倍的收益应该是 很轻松的 好 第三次的历史经济的机遇对你来说是一个进场的好时机 侯宁呢 我觉得林源刚才说的 本来说的这个口误还是怎么着 01年我是号召大家坚决逃跑的一年 那么随后有四年大雄市 林源觉得那时候是超级的机会 但是我01年到03年啊 我的事实是翻了 我应该是赚了超过十倍 不是我的印象 不是咱们在这讨论 你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课书 说这个案例 此外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说 05年才是我真正号召大家抄底的一个机会 大家可以回头看我那时候写了一系列 这你放心好了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就刚才黑板上写的 社保基金入市抄底 这一点我在微博上 证据上周刊余影院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判断社保基金现在不可能来抄抄底 不可能 为什么大家知道社保基金什么时候抄抄底呢 2005年5月抄抄底 背后伴随的是什么呢 是尚富林在这搞骨盖 这样的大动作 然后1664点的时候 他抄过底 背后伴随的是什么 他们又得知中央要4万亿加10万亿就是 那么这次到目前为止 我想象不出后市会有什么中央配合他的动作 所以社保基金他不会进来的 社保基金的人不一定懂市场 但是他们知道政策动向 我说那个标的也很重要 比如01年中国是中石油中石化 大概中石化啊 是当时在香港上市就一块钱 银河高速是一块钱 为什么我 我是当时就是 那你是炒党股的 那你不管他 现在的市场跟他们一样 就是很多便宜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个一些银行类的转债 就中行转债 102块你说他有什么风险 我认为没任何风险 就闭着眼睛买 闭着眼睛买 我把风险已经锁死了 中国银行在五年之内不可能倒闭 中国银行如果谁能说五年之内他倒闭 他可能站在一个这种 就是资金量比较大的一种机构投资人角度来看这个市场 但是呢 对一般的投资人 你有没有耐心拿到拿这些股票拿三到三年以上 如果你能拿拿的话 我认为确实是个大的机会 但如果你要不能拿的话 还是耐心的等待 因为呢 中国股票市场除了这种经济周期以外 他可能还有些政治周期 所以从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的这个相关度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呢 这个股票市场可能最少还有一到两年以上时间的这个摩托机 你要看吧 跟这位教授不太一样 这个地方应该是今年的相对低点 要跟林渊 要跟林渊走吗 年底有一波吃饭行情 就说券商基金今年计较都非常惨 所以大概每年的9月10月过后都有一波所谓的吃饭行情 是市场所谓的作战行情 所以这地方很多的估值很低 或者说很多的机会点 是让他慢慢在软身 这次破了二六一印的板块很多 但是有些板块是二六一印不跌破的 各位同学回去找一找 应该好几个板块 是属于十二五计划里面的板块 非常强劲 所以那些板块应该是今年第四季里面非常强劲的板块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很多机会 所以在不景气之中还是有人赚大钱 但是我在盘市不好的时候还是有机会点的 和林渊的一些观点 他们俩老在谈板块啊 个股这些东西 这毫无意义的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大盘的东西 我个人天天畅况 但是我也有看好的股票 也有看好的这个什么其他节目中 我反复推荐过水利板块 但是A股又国际化也会慢慢走向这种比较区域性的走法 不会全面性 你期待像这种大涨那种机会越来越少 我觉得牛市恐怕还得等到那个宏观调控这个放松一些 像紧缩的情况下很难有一个牛市恐怕是个震荡市 但现在这个估值的确是值得有点耐心等待的时候 谁也敢说是不是绝对见底 对白三回应 我认为呢就是说 我认为今年下半年货币政策会以奇特的方式来放宽的 什么叫奇特方式呢 就是说他准备金利不再提高了 他利率也不太提高了 那我央行票据老是到期 到期就再到 还有呢我每天增加20亿美元的外汇 20亿美元外汇呢 我们用人民币去把它买掉 买掉以后我们冲的是少冲一点 用这种方式来适当的悄悄的放松货币政策 我认为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 因为现在企业借钱太难借了 哇白三你便便好快 像好温柔啊 好谢谢 来我们看一下厂下家兵 你怎么看待是不是历史性最好的底部 请 我认为是从中长期的一个角度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首先我们投资股市首先要看的是 我们买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物有所知了 是不是已经被严重低估了 他们低估到什么程度 而中国股市以护身300的那个 PE就是市盈率来看的话 最近10年有三次低于13倍 第一次是05年 05年的6月份 当时跌到1000点 当时是13点几倍 然后第二次是2008年 然后咱们这一次是第三次 并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中国的上市公司 现在很多公司的那个派息率 派息率已经远远高于那个银行的存款利率了 那么从一个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动性来说的话 如果当许多一线一线二线蓝筹股的派息率 远远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话 那么这社会的资金 肯定会往股市里面流 所以我觉得未来 未来的中 未来几年中国股市回头来看的话 2400点就是底部 现在咱们中国的这个股市呢 短线目前到这个位置 回调的时候呢 确实是个买点 但是呢 不是这个市集大底 这一点我要讲清楚 第一个呢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经济问题 是通货膨胀 那么通货膨胀 短时间不能解决 第二个呢 周边欧美日本三大经济体的 这个经济状况都不好 影响着中国的出口 所以整个中国宏观经济的 这个面并不好 我在这儿可以做出一个预测 90一份 最到这个上证指数 3000点左右就急速了 所以到3000点左右股票 全部卖出 不要做股票了 然后等他再暴敌 这才是在中国的最客观的 谢谢 我在这儿向全球的电视机观众说 我可以很故意的说 他代表个人观点 所以不要 不要把所有你的脑袋 跟财务压在哈的 这个个人观点上 谢谢 我比较同意林老师的观点 对于中国的股市吧 我们看还是 就是抱着一种谨慎乐观的 但是对于林老师说的 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股票 已经非常的低了 旁的您就可以不用管了 就是 它够不够便宜 够便宜 我就买 一个鸡蛋那么大块的金子 卖您一万块钱 您说一万块钱 这个东西 已经是很多的钱了 但是对于这么大一块金子来说 它非常的便宜 对不对 您甭管外头那个怎么变 比如说外头打仗了 跟您有关系吗 您把这块金子揣在兜里头 它值这么多钱 就完了 只要便宜就能买 只要便宜就能买 这是一个最好的 这个投资的思维 是金项链 我做的是金项链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灵源同志曾经证实 郭文美他妈从几万块钱炒成几百万了 如果你相信这个神话 请相信灵源吧 我没证实 我没证实 我说有这种可能 我说的是有这种可能 当时存在这种机遇 它距离有多少钱 所以你刚才说的 未来五年分五倍 有这个可能 来我想问 可能就是多少是另一回事 你们讲 刚为了一个美字 就开始降针锋吃醋了 两位男士 来回到现场 魏导你看一下 现在又有股票 刚刚林任是觉得 这是估值是最重要的 这边又呼应到便宜了 不要管它 外面发生什么战争 你就去抢 但是事实上 目前最好的安全投资的 是不是黄金呢 我认为短期看 可能黄金还是有些机会 都短期 如果美元的这个 国际结算的货币底细 面临冲击的话 那应该是黄金 还是应该看涨的 从一个投资的角度来说 你怎么看 包括股票 包括黄金 包括汇率 我只有一套钱的话 不会选黄金 还是会A股 为什么 还是A股 因为黄金上面 20%到2300块了 底下20%是1500块 大概在 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子 20%我在A股中 很容易找到 非常多的标的 而且很迅速 不用等一年 不用等两年 所以这个地方 在投资标的选择是 你有多少资金 选择什么标的 这很重要 同时还有一点 各位投资朋友 各位同学 你要想股市赚大钱 三种人的话 绝对不能听 第一个经济学家 第二个是专家 第三个是大家的话 很多人讲的话 一般都是反向的 记住这三点 要变脸了 谢百三 大家注意 要做好中国股市 外国人和海外朋友的话 要特别 为什么 十字求是 联系中国实际 所以对海外朋友的话 大家做参考 参考而移 就行了 黄冰从国外回来 还康奈大姐中间教授 黄冰 黄金呢 我觉得就是几十年 就是都不是一个 好的投资品种 它是一个暂时避险的品种 但长期来说回报 还是挺差的 也就最近十年 国际上灾难 陈出不穷 所以黄金 作为一个避风港 还真是走了一个 很好的牛市 但作为投资 有一个创了这么高的历史 新高的一个产品 对吧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 加上几十年来 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产品 这样一个情况 只要国际经济形势 不像那么绷得那么紧的话 从长远出来 黄金还是蛮危险的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完全短期内 可能创新高 所以相对来说 还是最安全的投资 还是去找一些更便宜的东西来投吧 好 谢谢 来 鸿宁 你看 盐秀宇的黄金的走势曲线 就知道黄金是什么规律 一牛 牛十年 一熊 熊二十年 历来就这么走过来的 那么到现在 正好是牛了十年了 这个黄金问题 我给大家提个建议 什么时候买黄金呢 就是美国人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时候 911事件爆发以后 那个时候呢 300美元一盎司 是买黄金最好的时候 为什么呢 美国人一定大量的印美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当大量的美元过来的时候 而且冲击到中国 引起了我们的输入性通胀的时候 钱很多的时候 并不是什么都会涨 涨的东西有一个特点 不可再生 黄金是不可再生的 石油不可再生的 大宗城市的房地产不可再生的 古董不可再生的 还有这个画家的画不可再生的 那么我们的股票 为什么跌得那么厉害呢 就是他发的太快太多了 一年发100家 二十年发了2200家 1998年 克林顿总统到上海去敲那个锣 敲锣的时候呢 人家就向他汇报 说中国的股市发展很快 八年上了800家 后来克林顿说 哎呀你发展这么快啊 他说我们美国100年才上了800家 你们八年上了800家 这就是我们中国股市的一个很大的必定 投资即可证 不停的上市 这种速度是全世界没有了 我觉得有点太快了 谢谢大家 我们热烈掌声谢谢 最后的时间 场中央六位嘉宾每个人 只要20秒之内的结论 来 错过9月23号机会不再 黄明 我们这个过多的关心股票涨跌 这也恐怕作为投资者也是应该关心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 我们更应该关心这个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 什么时候中国股市成为一个随便可以买 随便可以融资卖 从此估值比较合理 都大家按规矩来办事的话 中国股市就真正是一个成熟的股市了 那样才值得 谢谢 谢谢黄明 黄明 股市投资店有一个名言 就不要去接这个飞快下落的飞刀 是吧 那么现在市场还处于这个过程中 所以不要急于去抄底 大家需要记住一句老话 地板下可能有地域 地域可能还有18层 谢谢 白三兄 请 我呢 发出主要矛盾就是国际板不能推出 也不应该推出 推出是对中国来说是经济上的重大损失 什么时候推出 人民币自由兑换 国家股法人股全流通 国外国内股市差不多的时候再推出 好 再次来早上 谢谢六位嘉宾加入 今天的一虎一虎的行列 谢谢 跟大家分享 不管是投资的心得也罢 不过电视节目观众朋友很抱歉 在过去一个小时当中 如果你希望投资一个小时 来了解买哪只股票 或是能够赚大钱的话 很抱歉 我们没办法满足你 因为这也不是我们今天 制作这个节目话题的含义 我们真的希望是 就像黄明老师所说的 希望不管是国际的风吹草豆也罢 或者是A股的任何的起起伏伏也罢 最需要是了解 在中国股市 在面对国际跟国内的挑战之后 怎么样健全的方式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我想这才是我们今天 做这档节目的含义所在 谢谢您收看 下周见 谢谢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